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念水笑 第1147章 谁敢动纪梨 纪梨刚刚跟随众人冲出来 一个人影便拦在了她的面前 这是一个面容苍老的老太婆 肌肤就像枯萎的老树皮打拉在她的脸上 纪梨警惕地盯着面前的老太婆 前辈有什么事情吗 我看你尊质不错 有意受你为弟子 你跟我一起走吧 老太婆节节地笑着 笑声非常的渗人 纪梨更是退后了数步 这才抱权说道 多谢前辈厚爱 晚辈还没有打算败事 因为纪梨的资质实在是好得离谱 还被疾兵天竹进化提升过 再加上之前 她从未接触过一届本源这种好东西 在这一届本源之中 仅仅修炼百年 她的实力已经冲到了和神八层的后期 只差一步之遥就能跨入和神九层 如果现在 让纪梨再面对当初四个拦住她的和神中期 纪梨完全可以轻松解决对手 不过纪梨清楚得很 即便她实力上升了几个档次 她也不是眼前这老太婆的对手 这老太婆的气息远远强于她 道运流转几乎形成了实质 分明是一个准圣境界的强者 老太婆破罗般的嗓子 阴冷一笑 姑娘我要收弟子 别任爸爸的头靠门下 你居然还拒绝我 实在是太不给我颜面 姑娘 纪梨看着油若老鼠皮般的老太婆 差点给吐出来 凤七姑见谅 这位是我一个朋友的道理 可不能拜你为师 一个洪亮的声音打断了老太婆的笑声 凤七姑笑声一顿 冷冷盯着过来的瘦高男子 黄泛红 你要为这个女娃阻拦姑娘我 你是道君 我也是道君 别让我发表 黄河道君淡淡地说 我欠下他道理的一份人情 所以只要我在这儿 我就不会让你动他 四大道君之中 黄河道君的实力算是最弱的一个 而最强的就是面前这金池道君 风七姑 此时大家实力都恢复了七七八八 黄河道君对着风七姑显然非常忌惮 黄泛红 我现在看你用什么来威胁本圣 一名绿衣男子狂笑一声 落在了黄河道君的对面 黄河道君看见这绿衣男子 脸色一变 随即依旧是平稳地说 黄河道君 虽说你借助一介本圆凝聚了肉身 可我黄泛红 也未见得就怕了你 一旁的风七姑问眼 立刻问黄河道君 这黄泛红是不是也和他对着干了 此时的风七姑心情是愉悦的 本来四大道君 他的实力就是最强 他一个人都不惧黄河道君 何况现在还多出了一个 比黄河道君更强的防尸域 之前修炼的时候 他就在纪离身边的不远处 正因为如此 他才清楚纪离的资质到底有多强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 纪离的美貌让他几乎疯狂 这种肉身若是不夺过来 他连自己都不能原谅 所以在吸收本源的时候 他把所有的精力 全放在了 巩固原神石海和凝脸大道之上 至于肉身 他并没有花去多少时间 因为他早就算计好了 修炼结束之后 纪离的肉身就是他的 这乌龟趁着我没有肉身的时候 拿捏我 现在我倒要瞧瞧 他黄河道君能有多厉害 方石玉凝脸的肉身 倒也不需要激离的 他是有仇必报的性格 自然不会放过黄河道君 打搅他的好事 好 那就请道友帮我教训一顿 黄帆红 这个女子我先收起来 风漆姑话音一落 立刻要去抓纪离 黄河道君面色难看 他是个知人图报之人 但他一个人面对风漆姑和 仿石玉两人 如果不逃的话 必死无疑 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走 将这件事情告诉墨无忌 我就看看 谁敢动距离道友 话音一落 一道身影拦在了风漆姑的面前 此人打扮实在太过独特 虽然很瘦 但那红色半月刀关 依旧是非常惹眼 不仅如此 他那细长脸和小眼睛 一样惹人注目 风漆姑陡然顿住了脚步 震惊地盯着眼前的男子 他有些不敢肯定地说 换题圣人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 我换题还有人认识 我还以为这世上 再也无人知我换题是谁了 哈哈大笑了好一阵之后 换题才说道 风漆姑的眼里 露出了极度的忌惮 哪怕他肯定换题 现在不可能是圣人 但仍旧下意识 后退了数丈 这是换题的圣人威势造成的 他也是有神尉之人 但是他的四道军神尉 和圣人神尉比起来 相差的可不是一个级别 这么简单 方施玉眼睛也是一凝 随即阴阳怪气地说 换题 别人拒你 我方施玉可不拒你 他有资格说这话 当年他和宇宙万神物的 行李剑并列为圣人之下最强者 只是因为他没有神尉在身 若换题现在是圣人 他肯定是有多远走多远 但换题不是 别说圣人了 就算准圣圆满 换题都相差甚远 所以仿石玉肯定 换题现在一定不是他的对手 一界溃散之前的本源是好东西 区区百多年的时间 再好的东西 也不足让换题的实力 恢复到准圣圆满之境 换题面色有些难看起来 他当年好歹也是一个圣人 没想到 连仿石玉这种 连神尉都没有的家伙 也敢挑衅于他 而事实却是 他现在还真不是仿石玉的对手 你仿石玉这么厉害啊 不如让我通明来和你较量较量 通明黑黑一笑跨入战圈之中 你还在 方施玉看见了通明 脸色比看见换题还要来的震撼 不但是方施玉震撼 就连周围没有离开的旁观修士 亦是震撼地盯着通明 因为通明 可是比换题资格还老的圣人 只是当年被暗算之后 所有人都以为 通明涅化在了宇宙天地之中 没想到 通明根本没有陨落 依然还活得好好的 通明冷笑一声 你方施玉都没死 我通明怎么能不在啊 通明 这次是为了这个女子 你当年也是一个 宇宙间的巅峰强者 灭世亮节即将到来 难道你一定要在亮节到来之前 和我先来上一场吗 方施玉面色有些难看 在通明没有再次正道圣人之前 他认为自己根本不惧通明 可是他也刚刚恢复元气 可不想和通明这等强者 真的来上一场 距离倒有 可是莫兄的道理 如果有什么责任 你方施玉可担当不起 去去一个女人 我方施玉就看看 能不能担当得起 方施玉哈哈大笑 他当年好歹也是 圣人下的最强者 若每个人都用女子的道理 来威胁他方施玉 莫非还以为他方施玉 是吃草长大的不成 方兄 我方施玉就和你站在一起 娶娶一个女子而已 叫尽离是吧 我偏偏要动一下 方施玉说完 又转头立合道 各位道友 晚提早已经失去了神威 不要说圣人 连准圣也无法完满 将来房兄 获得圣人之位之后 站在我和房兄身边的 都是自己人 短短的时间里 封七姑已经把事情彻底想清楚 换题当年是圣人不错 现在却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 一个仿施玉就吃定他了 而通明显然不会为了 区区一个尽离拼命 而这里如此多的强者 他只要再拉来几个准圣级别的 区区黄河又算个什么 对封七姑来说 要拉几个人站在他这边 那太容易了 这里有神威的没神威的 有几个和他曾经没有过瓜葛的 要知道 他的道君称号可是金池 果然 凤七姑说完这句后 立刻有数人异动 亮节即将到来之际 如果可以跟在一个 有希望成为圣人的强者身后 那绝对是天赐良计 谁敢动他 一名身悲长起的平凡青年 从虚空中跨了下来 这时候 从被黄河道君救下后 一直萦绕在祭离心头的冲动 终于爆发了出来 他甚至并没有去思考 一步就落在了墨无忌身前 把墨无忌一把搂住 温软袭来 就连墨无忌都有些带了 几离这是怎么了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蔫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